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想要的 尽管和我说就好了 空梦略极之兽 是冰冻元素辅助角色 它与好搭档罐头一同战斗 可以对敌人附加大量冻结积蓄 并为全队提供可观的能量回复效果 菲利斯挥舞环刃与猫爪进行普通攻击 造成冰冻元素伤害 猫咪罐头将会协助菲利斯一起战斗 罐头会表现出生气了和超乖巧两种心情 不同心情下 罐头的协助方式不同 点按武器剑可冲锋并攻击敌人 同时切换罐头心情 触发极限闪避时 可回复罐头当前心情的全部心情值 极限闪避技能发动时 触发全局时空断裂 长按攻击键 罐头将根据当前心情 协同发动分支攻击 并消耗心情值 处于生气了心情下时 释放二重爪痕 造成冰冻元素伤害 并提升角色全伤害 处于超乖巧心情下时 释放冰镇罐头 使敌人受到的全伤害提高 菲利斯每释放两次分支攻击 都可点按武器剑释放集袭攻击 造成伤害并附加冻结积蓄 发动该攻击 视为释放QTE 当敌人被时空减速或冻结时 可触发菲利斯的QTE技能 造成冰冻元素伤害 并减少被换下场角色的幻人冷却 QTE出场时 将回复罐头两种心情的全部心情值 菲利斯离场后 罐头会留在场上继续协助队友 每隔一段时间投掷猫猫炸弹 造成冰冻元素伤害 并为菲利斯回复能量 第三次猫猫炸弹 将附加冻结积蓄 去吧 罐头 砸扁他们 小心 菲利斯的好伙伴罐头 可是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从天而降呢 释放必杀技 巨大化的罐头从天而降砸向敌人 造成字面意义上的成本伤害 附加冰冻积蓄 并回复罐头两种心情的全部心情值 菲利斯进入准备开溜状态 该状态下 角色冰冻元素伤害提高 并且在切换心情后 会直接回复当前心情的全部心情值 释放必杀技后 还会在一段时间内 为全队角色持续回复能量 实战中 迷尘骇兔召唤无人机后 空梦略级之兽出场 并释放分支攻击二重爪痕 再释放武器剂 切换罐头心情 并释放分支攻击冰镇罐头 之后按武器剑释放集袭攻击 同时触发次生银翼QTE技能 之后次生银翼出场 并进行输出 如果能量充足 空梦略级之兽在场期间还可开启必杀技 为全队施加能量回复效果 在往事路途玩法中 开局选择刻印 任伪的祝福与猫眼的祝福 获得循环与增伤能力 在后续挑战中 可选择银爪的祝福 通用刻印 优先选择黄金 搭配其第二套核心刻印 黄金的鱼鹰 加快能量回转 并显著提升伤害 助战角色可以选择云墨丹星与迷城骇兔 提供巨怪与增伤效果 战斗开始后 交替使用分支攻击与武器技继续输出 利用任伪的祝福减少必杀技冷却时间 当满足必杀技释放条件时 则直接释放必杀技 进入准备开溜状态 触发猫眼的祝福增益效果 之后继续循环 总之 和菲利斯好好相处吧 你一定也会喜欢上她的 毕竟 谁会拒绝这位能为大家带来好运和欢乐的略极之兽呢 喵 喵 喵